今天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活络我们的髋关节 首先我们先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躺下 将我们的双脚屈膝与肩同宽双手自然的摆放在两侧 我们吸气的时候将髋关节向上推 找到你的膝盖与肩膀呈现一个斜面的位置 然后吐气向下 我们可以重复三次 在停留的同时 我们可以感觉一下我们的髋关节是否有一高一低 动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膝盖尽量不要做摇摆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髋关节的放松 我们与上一个动作的姿势一样 然后再次我们将双手张开来放在两侧 膝盖往侧边倒 回来 换边 再来 再做一次 膝盖往两侧倒的同时 尽量将我们的肩膀贴近地面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连续动作 来增加我们髋关节的活动度 我们先呈现高跪姿 找到你的膝盖与脚跟垂直的位置 双手倾斥在大腿上面 将髋关节向前推一点点 停留一下下 我们依照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 如果你可以我们也可以往前更多 然后再回来 我们重复三次 向前推的同时 我们尽量将我们的脚向下踏平 去感觉更多的 肛关节的延展 并减轻膝盖的负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